今天是美髮店的会员预付卡 消费者要先花钱购买 之后上门洗法 护法再折底 但是这样的消费模式 高雄这名徐小姐控诉 不满服务态度要退费 半遭店家抢 很像一个傻瓜 完全就坐 待在那边坐着 然后都没有人来询问 那最后我就跟店 他们店家的服务人员说 那我要把我的那个卡都退掉 这边2018以后 我购买的新卡 是不做退费的 原来徐小姐过去几年都固定到 位在左营区的这间美法院来消费 制定同一位设计师 但是最近设计师离职了 原本的店长也换了 去消费的时候待坐空等 就像是空气一样没人服务 气得她说要退费 以后再也不要来了 要求退费却被拒绝 听到我说我要跟您消息会 法院里面之前你原本说 可以退的部分你都不退了 你就说你直接去 就感觉好像是大公司 有自己的法务可以处理 她说又不是我只有一个客人 有这种纠纷 我们并不是卖客人草权 那我们也不是说 我们每张卡片上面都有 注记得非常清楚 就是使用期限 还有就是使用需求 这样一张卡片上面标注1500元 还有个注记 说不可以兑换成现金 店家解释 这比较像是课程卡 就是会员消费 有优惠打折 和一般的预付卡不一样 跟补习上策记录是不相同 所以属于消费预付型的形态 不能主张说她已经注记在上面 那不得退款 消保安解释 以预付卡来说 业者扣除了3%的手续费之后 无论有没有但书被注 按照法令都得退费 花钱整理头发却满肚子气 一万多元的费用 讨得回来吗 还要双方去调解 三连新闻图用权 朱一荣高雄报道